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变成贪婪的野兽 俗话说得好 高飞之鸟亡于贪食 深潭之鱼死于香儿 贪婪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一颗半角石 它用迷人的外表和诱人的香味来供应我们 可一旦我们拿到了这颗糖果 剥开其五彩斑斓的糖纸 你会发现 原来它只不过是一颗裹满泥土的破石头 人的很多痛苦 来岸于自身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 贪婪让人心乱 急功近利 导致一事无成 做人要求缺息福 不可做欲望的奴隶 满朝损千秀易 人若有这三贪 一生百忙 一贪图名利 菜根谈言 好利者 亦出于道义之外 其害显而浅 好名者 窜入于道义之中 其害隐而生 名声好的人 不会刻意宣扬自己 一个人越贪图名声 越显得功利做作 真正的名声 不是挂在嘴上 说便能获得的 需要付出努力 才能得到认可 西京著名文学家潘岳 回京做官后 经常参与 依附贾密的文人集团 二十四友的活动 因为母亲生病 辞官奉养 在此期间 与好友石崇 父慧甲 称外尊贾密 之后升迁 做了皇门侍郎 贾密开阁严兵 召集天下文士 潘安石崇 陆基 左思 刘坤等二十四人 英文采盖世 被称为鲁公二十四友 他们经常活跃在 巨父 失宠的 筋骨园里 因此也被称为 筋骨二十四友 潘安的母亲 经常选他 不要屈服不已 他虽然口头受教 实际上却愈发不知足 始终改不掉 霸王之乱后 赵王司马伦 独选成功 遂抓捕潘安 并灭了他的三族 一个好端端 文才俱佳的美男子 由于性侵造 趋势力而减入一场 夺权阴谋中 不但自己丢了性命 还连累了三族被诛 潘安渴望功名秘鲁 却不走正途 在鳄鱼献媚中 迅速逆施 虚言复逝 正是他身份 掉价的根源 也是死穴 能干淡薄 便有几分真学问 很多人能经得起磨难 却受不了平反 过于不安的现状 内心充斥 各种欲望的人 永远不能敞开心扉 更不能让心洒满阳光 严实嘉训有言 上师望明 中师利明 下师庆明 品格优良的人 是淡薄名声的 贪图名声的人 反而会被名声所累 甚至被名声所害 不要对名声过于贪心 贪图名利 只会让你忘记初心 变得浮躁 势力 好名声从来 不是靠吆喝得来的 他需要时间的沉淀考验 干你的自然是你的 上山若水 润则万物而不争 凡事不争不抢 张持有度 才能收获 好名声 二 贪图安逸 左传有言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备则无患 贪图安逸是不思进取的表现 一生不变的现状 会让人原地踏步 若沉溺于安逸 则会忽略隐藏的危机 对未来没有准备 贪图安逸 便是拒绝吃苦 拒绝进步 拒绝改变 尽早脱离自己的安乐我 才是为人的上进之道 庄宗 李存茂建立了后唐政权 在他建国以后 开始过起了穷奢极欲的生活 他昏运无知 冤杀大将 宠幸临人 后被叛军所杀 临官 传续曾言 忧老可以兴国 抑郁可以亡身 人最怕的是在安逸中消磨掉毅力 丧失进取之心 一个人面对安逸 不应养尊处优 不能过于陶醉 要居安思危 要时刻做好困难的准备 别让安逸的现在断送了你的未来 苦过之后才知 甜之贵 即使现在安逸 也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那才是持续收获甜的诀窍 福祸只在朝夕间 安逸使人麻木 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人生中总有那么多黯淡无光 艰难 痛苦 咬牙硬撑的时刻 我们好想哭 好想逃避 好想就此放弃 可是 想着那些还未实现的梦想 还需要我们照顾的人 还希望我们做成的事 我们的内心又重新燃起了 希望的火花 也许续续奋斗会很累 鸟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甚至一生都在跟自己的惰性 拖延 以及懈怠的性格和习惯 做严酷的斗争 这些看得见 以及看不见的困难 既庞大 又细碎 适当的欲望 可以激励自己奋斗的动力 但过度的欲望 会形成贪念 丧失自己的本性 而战胜自己 就是战胜每一个 贪图安逸 每一个散满懈怠 每一个可能让你 止不不前的诱惑和舒适躯 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 才能避免掉入贪婪的性情 三 贪小便宜的人 为了一些好处 会花紧心思 不管是迎头小利 还是不义之财 买赛时斤斤计较 磨破嘴是为了让菜饭 多给挤两菜 亲戚朋友一起吃饭 从不复照 路上看到有人掉的钱 快速装进自己的口袋 这样的人 自认为得了便宜 而沾沾自喜 殊不知 他们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清白之心不可无 贪欲之念不可有 人一旦利于熏心 贪好不义之财 后果不堪设想 春秋时期有个仇游国 是个山区小国 国内只有几条弯弯曲曲的 小路和国外通年 交通十分不便 他的邻国信国是个大国 信国的掌权人 智博早就想吞并他 以准备好人马 随时踏兵仇游国 但是因为仇游国的道路 狭窄进不去 于是便想出来一个好办法 智博花费了好多钱 住了一口大钟 这钟比仇游国的道路 还要宽大好几倍 智博让人告诉仇游国国君说 不久要送过去 让仇游国准备迎接 仇游国君听了这个消息 非常高兴 为了迎接这口大钟 他下令让大家赶快砍树 早时准备修路 把道路修得又平又宽 好迎接智博送来的大钟 仇游国有个非常聪明的人 名字叫赤章满芝 他是仇游国的第一谋士 也是国君的军师 当他知道这件事后 立刻去见国君 他对国君说 这条路千万休不得 之所以现在许多小的国家都灭了 而我们的国家还存在 周边的一些大的国家 也不侵犯我们 并不是因为他们判我们 而是因为我们是山区小国 道路狭窄 交通不便 紧要关意 只需要用几百 兵士就足以守住 所以我们才得以太平 如果把路修平加宽 就等于给侵略者的军队 铺平了道路 一口中是小 失国是大 请大王千万不要因小是大 愁国君听了哈哈大笑说 真是少见多怪 我们不花一个钱 得到这么大一口钟 怎么是个小事 晋国是一个大国 人家能送给我们一口大钟 是看得起我们 是要和我们友好往来 建立亲密的邦交关系 怎么说人家要侵略呢 赤昭曼芝说 国君有所不知 晋国的智伯是个阴谋家 他对我们的国家早就垂涎欲低了 一直虎视着我们国家 不是他不想消灭我们 而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路 使他们进不来 一程之间 他要送给我们大钟是假 想吞并我们的国家是真 等您把道路修好 他前脚送来大钟 大队人马随后就会跟进来 那时他们不负吹灰之力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国家 这实在是个大阴谋 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呀 仇有国君非常生气 不由分说 让人把赤昭曼芝赶了出去 然后继续修路 路修好之后 张灯结彩 鼓乐喧天地准备迎接大钟的到来 不久 智伯前脚把大钟送来 随后就灭了仇有国 贪小便宜的人 贪得的是迎头小利 失去的却是一个人的胸怀 才跟谭说过 不求非损之福 不贪无骨之祸 贪便宜的人 要切记意外之喜 要冷静 无骨之财需提防 不要贪小便宜 贪得越多 你失去的更多 贪得无眼之人 被名利所困 让自己背负了过重的负担 人越贪越不知足 越不知足越痛苦 做人不能太满 凡事没尺度 人生会陷入乱局 贪自尽于贫 懒自尽于坟 贪婪 是人性之敌 磕欲才能致敌 人的一生不求荣华富贵 但求问心无愧 千财不缺便可 人不可太尽 事不可太清 前两天 果然翻到了一个 关于韩红的热门采访视频 视频中 主持人问了韩红 这样的一个问题 叫真 带给你什么了呢 韩红回答 在艺术上 叫真是好的 除此之外 我并不觉得 它在成长过程当中 带给我什么优势 反而过于叫真 让我觉得 我会丢失很多东西 对韩红这番话 我深表赞同 记得小时候 我自己就曾经 因为过于叫真 凡事都要跟朋友 犯个对错 结果摧毁了一段友情 有此 跟朋友犯奸闲聊的时候 因为西红柿炒蛋 是先放西红柿 还是先放蛋 争执不下 最后竟然闹将了关系 其实 人生许多烦恼 就在于太叫真 事事都要争个高下 弄个明白 结果把自己搞得 身心俱疲 白岩松说 人生有两个基本点 一个是潇洒点 一个是糊涂点 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事 就得弄清楚了 才放心 理就得争明白了 才服气 后来年岁渐长 越力渐深 才终于发现 什么理 都要争明白 最伤感情 什么事 都想弄清楚 最累人心 人这一生 活得越清醒 反而越容易 不快乐 幸福 许多时候 其实藏在 糊涂儿子里 一 事 无需太轻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两个落水者 一个事里好 一个近事 两人都在拼命地 在水里挣扎 突然 事例好的那位 看到前面 有一艘小船 正在向他们 这边飘来 患有近事的那位 模模糊糊地 也看到了 于是 两人都奋力地 向小船游去 游着游着 事例好的那位 泄了气 停了下来 因为 他看清了 那不是一艘小船 而是一节 枯朽的木头 但患有近事的人 却并不知道 那是一节木头 依然奋力地 向前游着 当他终于游到 目的地 发现 那竟然是一节 木头时 他已离岸不远了 最终 事例好的人 就这样在水里 丧失了生命 而患有近事的人 却得以自救 人生中许多事 不知道 比知道要好 看得太明白 弄得太清楚 反而容易 徒增烦恼 知乎里 有位博主说 自己是一个喜欢 刨根究底的人 什么事都要弄得 清清楚楚 比如 有的时候 跟人吵完架 一定要问清 到底是因为 哪一句话吵架 甚至有时候 在对方心里 很抵触的时候 他还是钻牛角尖 非把问题 弄清楚才罢休 这让他人际关系 处得特别糟糕 他为此 苦恼不堪 自己就是想弄个明白 难道错了吗 一位网友给他的建议 获得了很多赞 如果追根究底 是为了自我检讨 留待日后改进 这谁都能接受 但是非要拉着 别人一起复盘 从头到尾的再过一遍 非得找出 产生矛盾的根源 这是强迫症 许多事根本不用那么较真 模糊化 处理 才显得不那么丰锐 糊涂一点 才能多一点缓冲 深以为然 人至差则无图 生活中有太多的事 并不都是黑白分离 一心而出 一味较真 穷追猛打 只会伤了别人 累了自己 佛家有言 人不可太近 事不可太轻 世间之事 纷纷扰扰 皆为无常 不必事事抛根问底 探明究竟 也无需 时时庸人自扰 弃人忧天 作家卡奈基 曾讲过一件 自己的亲身经历 有一次 他参加了一场宴会 宴会上 有人说了一句话 并解释 这句话是引字圣经 卡奈基听了觉得不对 当场指出了这句话 是出自 莎士比亚的作品 两人各知己见 争闻不休 于是他只好请一位 对莎士比亚作品 特别熟悉的朋友 来评判对错 朋友偷偷地 给他使了个眼色 然后赞同了 那位男子的观点 宴会结束后 卡奈基 十分不解地问朋友 那句话 明明是出自莎士比亚 为什么要偏淡 错误的一方呢 朋友笑道 只受他的错误 他还会继续地和你纠结 这个问题 浪费时间 又影响你的心情 所以你没必要跟他争 和人面对面的争执 是不明智的 卡奈基听完 觉得很有道理 并以此告诫人们 在争论中获胜的 唯一方式 就是避免争论 生活中 许多问题都是如此 争来争去 并没有什么 实际意义 你觉得春天美 他觉得秋天好 你认为自由职业 才潇洒 他认为稳定工作 才靠谱 你觉得仪式感很重要 他觉得那只是浪费钱 你认为快节奏 才充实 他认为慢下来 才幸福 许多问题 并没有标准的答案 每个人的认知不同 站的角度不一样 衡量同件事的标准 也会不一样 所以没必要 非要争个对错 比个胜负 许多时候 赢了道理 反而输了感情 道德经有言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真正智慧的人 忍辱不便 寡言不争 不屑于较真 因为他们明白 越较真 越耗费心力 越争辩 越伤害感情 这世上的事 从来都是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很难绝对分得清 若非原则问题 不必非得争个输赢 变个明白 懂得适当装糊涂 才是大智慧 《红楼梦》里记载 有一回 王熙凤为了讨好家母 故意当众捉弄刘姥姥 用滑溜溜的筷子 让刘姥姥夹鸽子蛋 还在刘姥姥头上 横三竖四地 插起了许多 五颜六色的花 让她 打扮成了一个 风流的老妖精 逗得众人 捧腹大笑 按理说 当众半丑 出尽阳相 还被众人嘲弄取笑 放在谁身上 都不免生气 但刘姥姥不仅没有计较 还顺势拿自己开涮 我虽老了 年轻时也风流 爱个花儿粉儿的 今儿索性 做个老风流 其实 对于王熙凤等人 故意拿她 这个乡下老太太出丑 想让贾母开心的心思 留姥姥心知肚明 只是故意选择了装糊涂 逗大家一乐 所以事后王熙凤 为细耍 他向她道歉时 他才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姑娘说哪里的话 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 有什么脑的 你先嘱咐我 我就明白了 不过大家取笑 我要脑也就不说了 看穿不揭穿 看破不说破 这便是刘姥姥的智慧之处 看似傻 实则只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 既成全了别人 又不至于让自己陷入难堪 这样的他 相比时时刻刻 都精明如舌的凤姐 人缘更好 烦恼更少 有句话说得好 惊人 天忧愁 傻人 忧傻福 人生不如一世 长八九 学会糊涂一点 偶尔装装傻 才能活得轻松 过得自在 正如电影 《与美人盛开的山坡》中所说 没有人是傻瓜 只是有时候 我们选择装傻 来感受那叫做幸福的东西 季显林曾说 人生在世 有时的确需要聪明 但更少不了糊涂 糊涂不是愚拙 而是大只若鱼的通透 万事随风地洒脱 不是傻气 而不是不斤斤计较 处处争辩地豁达 也不是不清不楚 而是一种清醒做事 简单做人的高情商 为人处事 一半清醒 一半糊涂 才是大智慧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